老爸,为什么埃及文明比中国文明早? 文明都是大和文明,比如说长江文明,黄河文明,还有埃及人的尼罗河文明。 那么这个文明它实际上是有河流决定的,你的河流是什么样,你的文明是什么样。 你看一下尼罗河它是定时泛滥的,它非常温顺,非常有规律的,没有什么爆脾气的。 所以说埃及人是全世界最早吃饱饭的一个区域之一。 靠着尼罗河在沙漠中冲出来的肥沃土,他们很快就吃饱饭了,有了剩余的粮食了。 有了剩余粮食,马上就会产生分工啊,产生阶纸啊,产生国王,产生这个神职人员,开始搞宗教。 徐罗河的泛滥太规律了,那么等于说上帝留给埃及人研究科学的,是一道爱源一字方程。 它里面呢只有沙漠,只有河流,以至天上的星星的运行。 所以埃及人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些规律,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,我们中国的土力再大了。 我们中国要在长江流域啊,在黄河流域啊,建立一个大统一的王朝,我们的难度啊,是徐罗河的数十倍。 这段时间呢也比埃及人啊,足足多了一千多年的,而且我们研究科学,我们发现我们面的是什么? 如果说埃及人面对的是爱源一字方程,我们面的就是威之峰了,因为我们的情况太复杂了,我们的黄河是齿路无常的。 还有各种情况,比如说海水的稻青,所以说上帝留给我们中国的,是非常难的题目,我们要解开它,完全的解开它,需要的时间就要比埃及人呢要长很多,你知道吗?